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高平溪舊土橋 曾貴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存在南方人民的距離 有演出小小的黑點 逐漸變大並快地飛衝過來 從1914年起站 瘋瘋瀾串葉了八十年時空 停在1985年那年的六月 二十四座弘行花樑橫橋 下勞一千五百多公尺的梅雨粒 逢跨大河的鐵道藝術 被時間凍結成古蹟 仍然映然祥和的端座和尚 見證歷史的風霜與雪淚 永不惜妹的生之夢 當時日本讀出台灣的時候 他要連結高雄跟平溪 不然在雨季的時候 高平溪非常狂野 沒有辦法過去 所以他就開始興建這個酒店家 我在讀高中的時候 是從平溪縣的嘉東的客家狀 坐火車 燒美的火車到高雄 去讀高雄中學 這個過程裡面一定 每天要來回兩次 就經過這個舊鐵橋 這舊鐵橋當初建立的時候 是遠東第一大橋 那那個大橋 我每次那個車子 火車經過這個舊鐵橋的時候 我都會把樹本蓋住 然後去欣賞這一座 非常美麗的鐵橋 那所以我同學的時候 是坐在火車裡面經過它 然後在這社會高平溪運動的時候 就是整個高平溪 也是跟它照面 碰面 然後後來就是推動古蹟沉溺以後 那平溪縣跟高雄縣這部分 都有做這個清水公園 清水公園我也有參與一些工作 這樣 所以 所以這三個階段都跟我瞧 都發生一個市面上的聯繫